Hello, 大家好, 我叫阿San 我是HMA的資深會員 過去四屆HMA比賽我都參加了三次 當然不是每次都獲獎 我參加到第三次才獲得第一次冠軍 有什麼提示? 我會覺得要注意比賽的規則 因為我記得當時比賽連續三年 我都沒有電在台上做任何的事情 主要都會是摘頭用夾 又或者用剪刀 都不會用到有電的東西在台上 如果你說在創作方面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我會覺得一定要貼合那個題材 比賽的題目 另外就是時間的掌握 因為每次比賽都會有一個時間規定 你說如何設計作品和提升創作能力 我會留意很多周身身邊的市民 雜誌、上網 看看別人設計的髮型 再會連貫我的比賽題材 再上 就會有我的創作靈感出現 比賽對我來說有什麼得益? 我會覺得 認識到很多朋友 因為每一次比賽都可能有五、六十人 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澳門 所以可以認識到很多地方 我講的只不過是近香港的地方 遠一點可能會有馬來西亞 甚至乎新加坡 也有一年有紐西蘭 也有過來參加我們的比賽 我覺得很開心 認識到很多朋友 另外就是 有什麼提升? 我會覺得 令到我工作要有步驟 因為 我又要找模特兒 化妝 女製造衣 女仕頭 所有事情都不是一天之內可以完成的 全部事情都要有時間 日子 每天一定下來 其實比賽令到我工作方面 都得到很多的得益 接下來 我都在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 加油努力 做到最好 不要為獲獎而去比賽 我相信大家都是為了做好自己的作品 而去比賽 那好吧 那我供給大家可以順利力 拿到學中的獎項 多謝